目前台湾有超过200万名的国中小学童 每天都要吃营养午餐 不过您知道吗 这些营养午餐到底营不营养呢 调查就发现 全台湾有四分之一的学童体重超重 而且营养不均衡的情况相当的严重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记者赖淑敏罗盛达的追踪报道 根据台湾严正基金会的调查发现 全台有四分之一的国小国中学童 是过重的小胖子 九成以上更是每周都会吃零食 营养不均衡的状况相当严重 如果不改变饮食习惯 将来罹患炎症的机会将大增 国家未来主人翁的健康问题令人担忧 喜欢早餐吃汉堡 我都不喜欢 跟红茶 可以喝真多奶茶 对 然后 我主要我家里吃 晚餐可以吃炸鸡腿 炸鸡腿 好 这个好啊 还有慢蛋挠 慢蛋挠 汉堡 薯条 炸鸡块 这些都是小朋友最爱吃的素食 这些高油脂 高热量的食物吃多了 会导致肥胖 以及增加罹患炎症的机会 根据台湾炎症基金会去年所做的 营养午餐大调查 有八成的学童不爱吃学校的营养午餐 其中更有七成五的老师表示 学校厨于桶里最多的就是蔬菜 孩子不爱吃蔬果 显示他们纤维质的摄取量普遍不足 容易引起便秘 长期下来还会影响消化系统 虽然目前超过96%的学童 是在学校吃营养午餐 但其实他们吃的营养并不均衡 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两年三年 他们就已经通过一个法律 规定学校的每一个老师 每一个学校都要有营养师 在那个地方帮全部的学童的 营养跟健康把关 那我们来看现在日本人的寿命 是全世界最长的 他们的健康状况也是最好的 我想这两者之间应该是有相当大的关联 在那个地方才是 为了确保学童吃的营养吃的健康 91年公布的学校卫生法更有规定 只要班级数在40个班以上的学校 就必须要设置营养师一名 不过这项法律实施了五年多 却仍然有五成以上的学校没有依法聘任营养师 新竹县和连江县等两个县市 甚至连一位营养师都没有 像家长会 营养午餐的执行秘书 校长 主任老师们 还有营养师 因为我们本身在卫生局就有营养师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义务的来协助我们 他们也提供意见 所以让小朋友 我们营养午餐的菜单 都是经过多层的衰限 基本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尽管新竹县上郑永金拍胸脯保证说 县内的营养午餐绝对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真的没有问题吗 我们的记者实地走访了新竹县的秀兰国小 看看后山小朋友他们的公餐状况 我们的股份研究目 是因为我们的一个人 今天是几菜比较 三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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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早一点进来 所以要早一点进来坐 啊 早一点来坐 对 一个人的 哦 一个人坐 对 赖美英是秀兰国小的储公阿姨 每天早上九点多 她就开始准备午餐 一位全校九十五位小朋友 再加上老师和工友 总共一百多人的伙食 全靠她一个人打理 其实我们可以规划到三菜一汤 因为储公只有一位 她要负责早中晚餐 一个人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只有礼拜一 跟礼拜五的时候才有 中午有供应到三菜一汤 采访当天 小朋友吃的午餐 有咖喱鸡肉 炒小卷 腐皮白菜以及蛋花汤 因为每餐的预算只有27块钱 星期一和星期三 才会有水果供应 会不会希望每一餐都有水果 那个想要啊 喜欢吃什么 水果 水果我喜欢吃那个 我喜欢吃那个莲物 然后那个水蜜桃 因为小时候都是直接吃白色的 白稀饭嘛 然后来到学来就吃加龙眼 然后甜的或紫玉米那些 有些是不习惯 因为学校没有配置营养师 所以菜单的规划和设计 全都是由幼稚园老师 谢欣怡来负责 其实我们新竹县的午餐教育网 其实做得还蛮完整的 那我们就是平常 就是在开菜单之余 那因为我是刚接受 所以我会陆陆续续补充 我这方面的资讯 除了午餐之外 谢欣怡还得要张罗 六十几位住校生的晚餐和早餐 换句话说 学童的三餐几乎都是在学校吃的 清晨六点 小朋友起床刷牙洗脸之后 就准备吃早餐了 今天早餐吃的是瑞士卷半条 还有一碗热牛奶 不过营养师认为 一大早就吃蛋糕 可能会对学童的肠胃造成负担 因为蛋糕其实它是一个 高油脂高糖类的食物 那如果让一早起来 孩子就接触这样的食物 其实他的肠胃很容易就消化不累 长期下来 肠胃到可能会慢慢出现一些状况 此外 营养师还发现 菜单油炸的比例偏高 容易造成学童血脂肪过高 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这些可能都需要靠专业的营养师 来为学童的健康把关 白日 一三四 我们平常担任老师的工作 然后还要再兼任行政的话 其实负担 负担是有一点重 那如果说今天中央是由营养师来配置的话 我想这部分我就可以减轻一部分的工作 让营养师去处理 而且营养师他想必是比我们更专业 学校老师他只是去受一些训练 上个几小时的课 或者就算几十个小时的课 他能不能取代营养师 这个是百分之百不可能的事情 不是专业就是不是专业 梅兰 手 手看一下 手看一下 手 手 绿蓝 我看你手 你这有伤口不行 你这要去戴手套 去戴手套 吴文英是台北市三星